台阶一举一动对台湾影响太大 汽车 手机 医疗仪器 电脑主机 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大小东西 都需要晶片才能运作 而晶片缺货是全球担心已久的问题 这项难题 很多厂商需要台积电来解救 各国的晶片法案都在抢着 让台积电在自己国内设厂 美国的晶片应该成为最大的 产品的产品领域 这是重要的 这是正确的 但这就是我们在未来的技巧 必须要 必须要 汽车制造重镇德国 为了把供应链带回家 不惜花大钱资助半导体业者 吸引他们到国内设厂 台积电受资助50亿欧元 预计明年下半年 将开始兴建德勒斯登工厂 整个欧洲联盟也很积极 目标是全球半导体生产的欧洲市场占比 要从现在的低于一成 在七年内拉高到至少两成 而台积电跨国插旗 目前已在动工的日本雄本厂 与美国亚利桑那厂 如火如荼筹备中 成为各国发展半导体的希望 Yushu was once called Silicon Island home to many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opes that this Silicon Island can be reborn in the future and I want Kumamoto to be the center of that Thank you to everyone at TSMC 尤其是Morris Chang who founded this company in 1987 and grew it into a global giant America manufacturing is back folks America manufacturing is back 各个领导人都把成功 邀请台积电设厂当成自己伟大的攻击 在电源政治纷扰下 可以把风险分散究竟取得晶片 是外国戏业的主要考量之一 而这面护国戏顿台积电 接连到国外设厂 却引起台湾国内台积去台化的紧张情绪 TSM的最好的工程师 现在都在台湾 他们可能会在台湾 最终于台湾的工程师 都会在台湾 不止最好的半导体人才会跟流台湾 台积电赴外设厂投产的晶片 也不是最先进的技术 最好的都没有出走 化解国人对去台化的疑虑 而台积电之所以要到他国建基地 其实也是要解决根本问题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资源 你必须要建更多资源 这是一种原因 我们移到美国 州州有很多计划 包括高兴工资金 和高兴工资金 是一个助手 帮助到工资价值 加上 邦兰克州 加上200亿美元的资源 帮助到 TSMC 可以帮助水 和更多资源 需要 缺水 缺电 缺土地 是台积电在台湾遇到的最大难题 用他国的土地和水电制造晶片 确实有办法带动提升产能 不过外国当地人才 不如台湾工程师好用 是跨地经营的一大难题 因为欧美国家工作文化 不见得愿意长工时轮值加班 连台湾工程师 想到进度落后的美国厂帮忙 签证也遇到阻挡卡关 半导体晶片的生态系统 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完整部件 人力 环境 原物料供应链缺一不可 要帮助台积电强化产能 还是台湾本土厂的合作最给力 如果是台电药 没有话少说 站在我的立场 当然当中我以前 帮忙我也很提拔我 一句话而已 建厂需要土地 还要环平拉管线 台积电能快速得到 铜锣用地盖封装厂 就是利基电董事长黄崇仁 阿萨里的答应让地 黄崇仁认为 日本人做事效率较差 缓不积极 韩国虽然耐劳 但缺乏分享精神 而美国则是人力成本太高 不像台湾各方搭配的好 预期未来十年 台湾半导体业 还是难以被超越 我们有台积电 我们在一起 我们不会让台湾走下 这是我们该做的事 对于事両前事 让台积电尽早投产 才能使台湾持续领先 利基电也在更云评价 AI晶片 期许搭上持续掌声的 AI浪潮 目前日本 东南亚及欧洲 都有国家和利基电 洽台合作 台湾半导体公司 跨国设厂 除了解决缺晶片问题 也加强台湾和他国的连结